安迪莫雷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英国名将安迪莫雷 实际上安迪莫雷年龄也并不大 1987年的5月15日出生 安迪莫雷今年是他职业生涯 第一次入围大师卑赛 安迪莫雷呢 目前的ATP男单的排名是第四位 9天之后在星星纳提大师赛当中 他获得了冠军 这也是他首个ATP 大师系列赛的冠军 莫雷在今年的赛季当中 可以说是表现相当出色 他先后获得了 新西纳提网球大师赛和马德里大师赛的两座冠军奖杯 另外呢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公开赛 法国马赛公开赛以及年初的卡达尔多哈公开赛当中 又获得了三座冠军奖杯 莫雷今年赛季当中他的单打的总成绩是55胜19负 值得一提的是莫雷不仅仅在男单的世界排名是高居第四位 而且在双打在男子双打的比赛当中 他和白俄罗斯名将米尔尼搭档 目前呢也是排名在男双的第16位 由此可见 安迪莫雷 他在网球这项运动当中的个人的天赋 是非常了得 如果不是因为他更多的要照顾自己单打的成绩的话 那么相信他的男双的成绩也同样能够晋级前8名